大小姐 大小姐 It's time to go to bed 又在玩手機了嗎 晚睡的話 美麗的皮膚會變差的唷 現在 再不睡覺的話 我們就要去吃宵夜囉 呀咧呀咧 肚子餓的大小姐 好 的 排隊的控肉飯 太太的太太太是透過很好吃 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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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 正夜甜點店 呀呀呀呀呀呀 用育園自殺料理 大小姐 It's time to go to bed 看來一開始就沒打算睡吧 但是明天就要早點睡喔 今天的事就幫妳保密吧 大小姐餓了吧 大小姐好餓 要吃什麼呢 大小姐是原住民吧 我看大小姐怎麼在跳 好 風年紀的舞啊 我們帶你來這個中校路夜市 台中這邊的老夜市 30幾年的 要吃宵夜幾乎都會來這邊 真的假的 但是這邊好吃的東西很多 你主要看人潮在哪裡 就是吃那一家 沒錯 就是這裡 人潮是坐在電攤位裡頭的 你們都是人啊 對啊 你好 小龍湯包很厲害嘛對不對 是吧 不錯 天心... 你們是不是不定時 會推出一些神祕的口味 鍋皮辣椒湯包 來 妳看 妳知道她是我們的大小姐嗎 我知道 那妳也會跳這個舞了吧 那我們一起喔 5 6 7 8 阿果阿姨 太可愛了 這樣可以嗎 開心嗎 可以 有開心就好了啦 到底可以吃到最後 那我們可以吃一個小龍湯包 可以喔 好吃嗎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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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好吃 在美國應該沒有吃過這個東西吧 沒有 你喜歡嗎 非常喜歡 你一次大... 對就好 真的喔 你一次大概可以吃幾顆 18 這麼多 最喜歡的台灣菜 就在這裡 吃起來 來... 好餓喔 天啊 這是從它的原味開始 對啊 信不信口味是這個剝皮辣椒的 好吃耶 湯超多 流汁的感覺 但這個手法上面包起來的 比上次楊明威包的好看喔 它這個跟立體多了 好吃 噴出來了 我剛剛已經... 你已經到了耶 到了一波 它又噴出來 太爽了吧 這好好吃喔 這麼多喔 真的超多的耶 對 不到不知道 一道 一個湯匙是滿湯匙的 可以雙享受 真的 它這湯汁有夠甜的 這湯汁算濃郁的耶 但是不會膩口的那種 就肉汁都有 但不是說太多 你會覺得很膩 好好吃 然後這裡面 它青蔥也都是脆綠色的 是咬下去的時候 你還吃得到口感的那種 它那個蔥味也是滿滿的 連外國人都被搜捕了 他一次可以吃18顆耶 天啊 8顆你們可以嗎 8顆 可惡可惡 那把它吃另外一個口味 這個 剝皮辣椒 因為我吃這種 都不太喜歡加醬料 它直接剝皮辣椒 就表示它裡面的內餡 應該會比較 有味道 鹹一點 對 老闆 這個湯包是有打蒸是不是 什麼水都多了 你這樣燙 好好喝 它就很像在喝那個 剝皮辣椒吃到那個濃縮感 你知道嗎 好像就配了一個很熱的湯 一個喝它的湯一樣 好棒喔 喝那個湯的時候 你是喝得到甘甜的味道 但你是要咬它內餡的時候 剝皮辣椒鹹的鹹的辣度 才會出來 它給你刺激一些些 但你就會想要一直在吃它 對 而且你吃的時候 你會先吃到肉的甜味 然後那個辣味再上來 而且這個好吃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這個要跟他建議 就是變成糖醋口味比較好 真的 來了 好喝喔 羅莎球啦 它好可愛喔 聽說來這邊也是必點的 裡面的可以耶 可以 來了 像吃糖醣鮑魚一樣 還在冒煙 真的很多耶 好香喔 它的奶黃我覺得甜得剛好 會很像偏奶酥那種感覺 因為你在吃的時候 外面這一圈會有點像 炸麻糬的口感 它就是裡面還有軟Q 它只有最外面那一圈 咬下去會啪哲啪哲的響 你一咬喔 它就從四面八方這樣子 溢出來 裡面都充滿了奶黃的汁 我一口給它 吃我這個甜度超棒的 但是我跟你講 之外大小姐跟我們兩位 這個厲害的指使 我們絕對會幫人找到 很多好吃的宵夜 我們現在在忠孝陸夜市 就是聽說有一個都市傳說 就這邊有一個飲料店的老闆 他很厲害喔 他很有個性 他很豪邁喔 有時候你講了一些關鍵字之後 他會生氣喔 因為自己賣喔 可是來這邊喝飲料的人被罵 他都是異常的快樂 他都帶著笑容喔 我跟你講 那關鍵字就是 你不然叫他阿伯 但是豆哥我覺得你可以 我好處理 這邊它的規定不賣熱飲品 還有這個關鍵 帥哥 帥哥你好 那你知道忠孝陸這個 這是什麼都市傳說嗎 什麼都市傳說 就是這個 這個我剛才來才知道 真的假的 你等一下幫我們試試看 因為你排在我們前面啦 對 你等一下試試看啦 這個玉豆沙牛奶 很辣... 所以我剛才錯了什麼 你嗆啊 阿伯... 阿伯啦 阿伯... 不要叫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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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他叫哥哥 哥哥 抱歉... 老闆你好 來 他... 他想要跟你打招呼啦 他啦 阿伯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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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漂亮啦 聽說你365天都沒有休息喔 真假啊 對 曾經7年... 7年多的服務 這到服務大家就對了 讓大家喝到好喝的飲品 你跟人家打招呼啊 打招呼啦 剛剛鏡頭沒拍到再一次啦 不拍了是不是 沒關係啦 你那請阿伯啦 阿伯怎麼可能 你說這樣啦 你不要... 成功... 你這對話他很開心啊 帶到這個頭啊 太過癢了 他要跟你沒有跟你湊耶 對啊 當然不是阿伯啦 你聽不上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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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啦 阿伯 做給我們的 他這樣都是整碗蓮子跟火鍋 對啊 他就是買了可以回家自己 自己家 自己家桌 對啊 或什麼這些 我們是藝人牛嘛 藝人牛 這個好濃好準喔 吸力不夠強的人 有點辛苦耶 因為這個要很... 它已經濃稠到你要很大力吸 才可以把它吸起來 就表示老闆那個藝人給的量 是非常的多 真材實力喔 所以現在老闆是比較人吃一點 但如果你們還是想要 想要挑戰都市傳說的話 歡迎你們就來這邊 你就叫一次阿伯 就被幹掉一次 好 我們之後跟阿伯拜拜 來 1 2 3 阿伯 拜拜 大小姐 時間不夠不夠 不行啦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很好吃 你看 真的... 現在不能叫他去睡覺 這家在台中 其實是很厲害的石頭火鍋 而且重點是 它不只石頭火鍋厲害喔 它海溪也是新鮮的 還有熱潮 你不相信對不對 你看看有多少人都在這裡 帥哥你好 台中人 沒有興趣喔 這是好吃嗎 不錯... 真的喔 講什麼 吃的蒜頭火鍋 它沙茶自己炒過的 我覺得不錯啦 你有點它的熱潮或海鮮嗎 有啊 我那有店嗎 都有點是不是 絕對有織威票價嗎 是 我是覺得有一點貴啦 好厲害喔 不過我覺得值得啦 可以啦 好看 新鮮的菜色 你想要拿什麼都有啦 鈴鐺滿目的有沒有 超多耶 生食雞干貝 現撈大蛤蜊 都在這裡 店長嗎 店長你好 有什麼是最好一定要拿的 必拿 對 是... 手工碗類 尤其是這個手工碧雞碗 這外面吃不到的 真的耶 感覺是剛捏好的耶 它一個很大顆耶 你看 反正製作單位付錢嘛 我們的蟹絞肉也要拿 這第二天都買了 好漂亮 漂亮 蟹絞肉 漂亮 你們爆香的基底有什麼 我們用我們師傅自己 練的黑麻油 跟魷魚下去 洋蔥喔 蝦米 蒜頭 爆香... 蟹炒肉片喔 漂亮啦 來 蟹蟹大湯 來了 蟹蟹大湯 這個湯底是大骨湯嗎 沒錯 在它滾之前 我們先來吃一下 他們這邊的熱炒 熱炒的 厲害的啦 山蔥炒牛肉 大口夾起來 好吃耶 蔥它是帶甜 然後就配上爆炒的牛肉 好棒 絕配... 爆香味道超棒 剛好它洋蔥又是給大片 你這樣下去一起爆香之後 那個味道超夠味 比方它牛肉應該是有先醃漬過的 這邊還有一個蔥爆辣雞粒 這個好像有點偏川式的 真心 夠味 夠味... 這炒辣椒那個乾椒的那個 要直接封上來 好美味耶 它這個就其實是宮保雞丁的 那種感覺耶 只是它的雞粒又比雞丁 再更大很多 其實你雞就夾起來的時候 它上面都有黑胡椒 那種有些吃的感覺 很夠味 講得... 它也不聞了啦 我剛剛好像就這樣當啊 好像在開明 扯牛天 我們要算來吃嗎 這太幸福了吧 那你沒關係 你可以不用啊 不行 Oh my God 好味喔... 這個粉嫩粉嫩就可以吃了 我現在要先倒數關鍋 好好吃喔 太嫩了吧 好好吃喔 怎麼會這樣啊 因為其實你像光看它切的 油花的分布啊 雪花的那種感覺 你在下去的時候 有一點粉紅色吃上去的時候 幾乎是沒有什麼肉的那種口感 它就是油脂 然後一推的時候就化開 重點是他們的湯頭調得很好 我覺得這牛肉你都不用蘸醬 它你是直接吃它石頭火鍋 爆香的那個味道就好了 淡淡的一點那種 黑麻油的香味 它不只那個A5和牛 它還有溫體牛 好好吃喔 你看 好溫體牛啊 好... 這是脆脆的對不對 有脆口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這好吃沒有錯 可是對我來講 我就覺得石頭火鍋 這種接地氣的感覺 你就是要配這種溫體牛 你剛剛像我們這樣算起來 那種肉感 吃起來就是特別的爽 好 我們現在來吃它的手工 就是這樣 剛剛他說必點 它的義氣出乎我意料大耶 這雞肉 很好吃耶 很好喝... 它有它是怎麼會有那個 你這港式牛肉丸的那個味道啊 然後那碧琪的味道特別的香 不知道是不是裡面這個蔥 你知道它這個味道 好像在吃牛肉丸喔 沙茶醬還有加一點小辣 老闆說啊 他們這個沙茶 這會不會去跟汕頭師傅學的 是一種百年秘方所製的沙茶醬 我跟你講 汕頭火鍋 厲害的精髓就是他們的沙茶醬 這沙茶完全不油膩耶 對 有時候沙茶比較怕油膩 然後那個味道很厚 沒有喔 真的很誇張 是 它就是有那種沙茶香 但是你吃起來 完全在你的嘴巴裡面 你是感受不到任何負擔 怎麼樣 我說 你吃完之後怎麼樣 它的丸子真的都很棒耶 是 真材實料 你目前吃起來最喜歡哪一個丸子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你那一碗這邊有一點誇張 這真的不錯 對 很好吃 好吃到連製作人都受不了了 對啊 他們講究海鮮 連這個蝦 為了講究它的新鮮 它都自己弄了一個池子 在後面養這個白蝦 然後放了兩鍋 另外這邊它有不同的鍋物 可以選擇 然後我們特別有點了一個 這是福門最短的 香辣福酒菇 還有 它就連汤都可以喝的麻辣鍋 這個雞肉看起來很厲害喔 很多香料在裡面爆香耶 我就知道這個超棒 它雞肉是不是有用 你有沒有煮過特別的嫩 如何 沒有 很辣是不是 我咬到花椒了 如果是我 我覺得我還想要再調辣一點 因為喝下去的時候 再更帶勁一點 可是你吃這雞肉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讓不敢吃辣的人 他也可以來吃 太幸福了 要吃豆腐 要什麼料通通都有 食材又新鮮 大小姐滿意嗎 大小姐滿意 大小姐那要給豆哥爆一下嗎 好吃... 好 大小姐這邊請 我們特別幫你挑選一個舒適的環境 讓你可以好好的休息睡覺 而且這邊的位置離逢甲夜市場很近 你還想吃宵夜的話 我們也可以帶你吃 隨時OK 而且你這雙門一退 我們也準備一個泡腳區給你 對啊 原來你學過俄羅斯舞蹈啊 幫我們三人一起來跳一站吧 好嗎 現在進來兩個月才吃得到 對 而且這個門這麼小耶 我們還是用芋泥 芋頭專家吃字 太特別不吃干貝喔 你吃一點甜啦 大甲農味 對 納豆啊 芋頭專生啊 乾貝好好吃喔 好酷喔 歡迎金房大小姐 這邊就是萬一你睡不著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滑手機 你可以躺在這邊滑手機 一個客廳的空間這麼寬廣 還有電視機 帶你去看一下床喔 動手 好可愛喔 所以這是一個小套房的房型 在這邊有一個雙人床 有沒有 舒服的 所以這樣子算一間 對 可以吃躺啊 請注意你的態度 可以看躺空嗎 今天你不是活生嗎 不是 好嗎 學長 學長 請注意在這裡態度 還有飲料喔 大小姐喜歡喝這個 那你喝啊 不要喝 我再提醒你一次 她是大小姐 再怎麼荒謬 你都要順從她 請貨 對 而且在這邊不只有這個 你如果想要喝氣泡水高 外面也有 你只要分布衣服 我們就會幫你裝 甚至還有一個泡腳的地方 讓你可以放鬆你的肌肉 妳現在要先休息嗎 大小姐 想一下 來... 你什麼噴噴的 沒事... 你先... 大小姐 另外一種房型 進來的時候空間感 三人房 你比較喜歡榻榻米這種感覺 不是 就是我... 沒有 我很喜歡房間 有這樣一個角落 你早上起來 然後有這樣落地 從你來跟我撒進來 然後換一杯咖啡 請問您要試試看 這個床的感覺嗎 我舒服一下 這中間 他... 他怎麼有在跳下去 有騰空硬 有那個彈人一上那 妳的這邊是槌子 很強耶 我們特別幫你挑選了一個 可以說公設非常豪華的一個旅店 在這邊可以一條龍式的 享受一個紓壓的過程 沒錯 對 一般是享受不到的 首先第一個帶你來 我們的律動式體驗 來... 你只要按下去 是 好強喔 還OK喔 所以如果大家其實想要練一下 自己的抖音的時候 也歡迎你這支揮 也可以 你看這個抖音動作的自然 還棒吧 來一個 天啊 這個幣曲超準的 超爛的 回來來聽市場這個OK的 甚至你也可以在這邊稍坐休息 讓你放鬆啊 但這時候如果覺得腿痠的話 剛好隔壁 來... 可以選腿來這邊坐 套腳區 來... 這邊請... 來了 舒服吧 套腳池的一個空間 然後是來這邊住的房客 都可以享受這個泡腳池 這時候都很專業啊 是 你就幫你給人家按摩的 那種個人的泡腳池 對 然後在旁邊 都還有精油 你也可以淋上一些精油 對 舒緩自己的神經 然後這時候再擠一點均油 豆子師麻煩你的手伸出來 這樣子 對 然後 而且你這樣就可以自己調 像那種水溫啊 對啊 然後也可以跟朋友或家人的時候 這樣子泡 對 然後小朋友可能就在外面玩嘛 然後這時候職士們 就可以去做研盤浴了 豆腐在一起 漂亮啊 泡的時候就可以先燒作洗澡的 那種感覺 對 自己的空間 可以在這邊還有這種烤箱 再來就是這 熱呼呼的 很燙喔 很燙喔 燙燙 燙燙 烤... 燙燙 烤... 是下一集一層耶 好 享受一下韓國連韓運 好溫暖喔 而且它真的就是很多那種 幫你放鬆的東西 你都想得到 尤其是你地理位置 要這麼方便的旅店啊 它甚至還可以提供這麼多 讓你就是在逛街啊 或者是你要一直走東的時候 可以放鬆 大姐姐在不睡覺要吃宵夜囉 嗨 在我們住宿的這邊呢 你只要進來的話 就有四種宵夜可以選擇 在入住的時候 他們就會給你這個銀行 一枚可以任換一種 包括滷肉蛋 關東煮 還有牛肉麵以及麻辣燙 宵夜大概是從9點 10點到11點 好吃耶 好吃 是不是 還有這個滷肉飯啊 你看 我想讓你們聞一下 因為我這邊聞到很濃很濃 那個臭豆腐的味道 我必須給它一個尊敬 比較家常一點 但煎吃下去真是有用心的 對啊 這個滷汁邪香是有夠味的 這滷肉超級喔 超級 牛肉好多粉 越式風情的 它有帶一點點這樣粉嫩粉嫩 太享受了 但你要想這個價位啊 你這樣子住 它不只有早餐還有宵夜 這等於是一泊二十 好了 小姐 二人小姐要吃宵夜 要吃宵夜 我跟你講喔 這一家要預訂 已經要從8月囉 所以這裡有兩個月還吃得到 對 但是因為我們兩個辦事 很厲害 沒錯 我已經幫你訂好了 而且這一間離我們住的地方 撤著只要5分鐘 也可以撤到逢甲商圈裡面 對 在哪裡啊 在哪裡 這一間也算是非常的隱密 我們請豆知事帶我們去吧 Let's go 來... 怎麼走... 你也不要走太快吧 你看這邊 它竟然隱藏在另外一間 上去旁邊的小路耶 對啊 而且這個門這麼小耶 就算這樣 一走進來跑 整個用餐的環節 也算是在這種很小的巷子裡面 因為你看看這邊都是住宅 其實它是有兩個入口 但是... 很讚耶 很棒是不是 對啊 老闆娘嗎 老闆娘 妳好... 妳好... 妳們怎麼會想要做私廚料理啊 因為我先生 是 妳先生 賢康力... 手機一起經營的 他從小就愛煮菜 所以他想要拍一些廚 他自己特別愛台菜的料理 台菜 算無菜單嗎 對 是無菜單 平常要吃要等兩個月 我們今天現場給你吃 漂亮 恭喜... 謝謝你啦 好棒一個啦 謝謝啦 漂亮... 這個是我們的全菜 對 到五福拼盤 然後這裡有搭配這個是 孔雀烏魚子 而且它排起來有那個 像是孔雀開來的 好厲害喔 然後這個真的是 五味麵透抽 紅湖的透抽裡面 加一個新鮮的透抽 還有蝦仁 五味醬 但是我們另外用新鮮的柳橙汁 去做成的一個過動 所以吃起來的 因為口感是特別不一樣的 好... 這就配這個 好... 而且這種食物 華諾真的就像是一個藝術 真的 好好吃喔 怎麼會這樣 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而且它裡面那個小黃瓜 是完全在提醒整個味蕾的感覺 就像剛剛有講 那黃檸檬的那個皮屑 它會有一個香氣在 然後之後它做的這個柳橙是嗎 柳橙汁 所以帶一點酸 所以讓海鮮吃起來 更甜的感覺 對 真好吃 然後你融合很多 但就在一口裡面 可以讓你吃到 不同程度的那種Q度感 酸氣 接下來我們要試這個嗎 龍蝦三明治北耶 這個是我們改過的 有三種水果 五花果 西洋梨 跟煎過的葡萄 然後再搭配我們自己做的 那個豆漿美乃滋 所以讓它感覺吃起來 比較不會有負擔 清淡 煎過的葡萄 會有一點梅子的香氣 好吃 真的好吃 水果吃在你的甜味 就直接在你的嘴巴裡面 散開來 然後你又咬到那個龍蝦 那個肉質Q彈的咬勁 然後慢慢的那個龍蝦的味道 讓它的香味 甜味 進入你的味蕾裡面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加熱完之後 那個香氣是不一樣 但甜度對我來講 我都會覺得它有提高 它有點像是你那種 剛談戀愛 你喜歡的對象 不經意的碰一下你的身體 或是怎麼樣這樣吃 你會覺得那個甜是 油然而生 你在心裡面 覺得它 好開心這樣子 豆漿美乃滋 有一樣美乃滋的效果 那個甜味 但是它吃起來的那個 質感是比較薄輕薄一點 這個 這個 這個叫利龍干貝 它是用芋泥 然後裡面包 是他最愛吃 好喜歡 他很喜歡吃芋泥 你用芋泥 然後包那個 北海盜生食本級的干貝 來 試試看 芋頭專家試試看 好喜歡 好喜歡的 你看 講到芋頭 他一口就整不出 想要全部塞進去 他也特別不吃干貝喔 他就吃芋泥 他真的看他有多愛 天啊 大起來濃郁 怎麼餓啦 對啦 天啊 乾貝好好吃喔 好想要吃喔 乾貝好好吃 對 了解... 一動嘴巴 有輕輕意 然後這整個樹皮就劃開來了 雖然你看它其實用蠻紮實的 我的這一塊不知道為什麼感覺 感覺很像小攤包 裡面都是水出來一咬下去 就看到為什麼它的香氣 會特別濃 因為它有加那個 黑松露 對 我跟你講吃下去的時候 你中間會覺得 黑松露跟芋頭超搭的 嚇重人的 然後又生死的乾貝這樣吃下去 酥到不行 好棒喔 這個是澎湖的酸高麗菜燒 濃膽石斑 然後膠質非常的多 然後而且我們的酸高麗菜 會是手工發酵的後味 會有一點點甘味 而且他們還弄了那麼多蛤蟆 對啊 妳看妳看 什麼 好好吃喔 魚肉它那個 高麗菜的味道混合在之中 很會隱約製造一點蛤蟆的鹹味 鹹味這樣子 它是還有煎 好像乾煎過 對 還煎過 然後再下去這樣燜的感覺 然後變到蛤蜊的味道 然後鮮味又再提升一個 折蜆的道具 每一道都超讚 它會定位定到 這樣6月底還進到8月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蜜蜜語氣 還有 厲害 好香喔 花香酒 花香 花香 已經把我們最喜歡的東西 都結合在一起 真的 跳去玩遊戲 不要這麼好吃 都算了一種 好棒 真的 然後你這樣就要拍 還要拍著那個做的時候就這樣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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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老闆剛剛淋的是什麼 花雕酒 花雕酒 Oh my God Oh my God 太厲害了 受不了 你必須要吃一下 它這個就這樣子看 已經把我最喜歡的東西 都結了 真的 結塊一起 這個肉 好好吃喔 試試看它這個 已經就只有兩塊了 我還在前面想要挑一挑 而且它左肩硬碰了 我的牙齒這樣滑進去 直接把這個肉給切開了 完全打破你這個笑容的印象 你甚至用嘴唇上用力做一個 它就會化開了下去 然後搭配有點像這個皮下脂肪 那種豬油的香 這個味道上來之後 在配上這個蛋黃的這個飯 蛋黃的叫橙蛋 要因為又吃不到 這麼好吃的飯 真的 然後妳現在就要看一下 那個粥上面這樣嗎 放置 好喝喔 好喝喔 真的 它好喝喔 我還想到就把 今天就把這個整個味道 真的 還大瞭解 接下來它宵夜怎麼樣 滿意嗎 滿意 給過 給過 但接下來我們還有更多的宵夜 如果你餓的話 我們再加上吃 好 好 好 大小姐 嗨 吃宵夜 我們也只有幫你細心的安排 沒錯 鹹的吃完就要來個甜的 但是宵夜你要找到甜點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對 哪裡有 但是在台中這邊 審計金座旁邊的巷子裡面 就有一個賣到12點的 深夜甜點店 而且我們特別也幫你準備了 小小的特別 請... 豆子侍請跟著我們的小姐走 歡迎去大小姐 嗨 嗨 開心吧 很開心喔 我們快一起你們兩個 先回台北了 拜拜 OK 那我們就不打擾了 怎麼就不自己好在看 你要保護大小姐是不是 對啊 好... 所以來這邊不只要你吃甜點 還可以品嘗酒 最主要的驚喜 就是這四位 對啦 我們在玩中山 這是我們第一個芒果 不是嗎清澄酒 那個 然後這個的話 是我們芒果百姓清澄酒 所以現在都是芒果季 就是都弄芒果的 芒果是我們當季的 艾文芒果的作品 對 然後這個的話 是我們芒果醬酒 對 然後最後的話 是單獨醬 對 建議的話 我們先吃原味芒果醬 再加醬醬醬醬汁 再加醬醬汁 再加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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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再加醬汁 是 但是人真的是要衣裝啦 你看我剛剛這樣穿 現在快穿到她身上 不一樣 質感真的不一樣 你可以跟我們大小姐說 咳咳咳咳咳咳嗎 那我們先吃這道好了 你可以幫我們大小姐服務一下嗎 沒有 她的聲音真的是有溫柔 有... 這個地方就是你不貼心 你應該要幫大小姐切好 放在盤子裡 對啊 畢竟那只是我們兩個 還算是學長 對... 這一點你要記住... 它這個是味道太甜 而且我其實滿喜歡 它還是有吃得到一點 蛋糕體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 加米蘇會整個就化掉了 上面這個地方 還是綿綿的這樣子 好吃耶 你也專心的在吃耶 化它的本命店的甜甜甜 我沒有聽到它本命店 來 下一個 想要踹哪一個 這個 這個嗎 OK 好 也可以 OK 其實沒有人在問你 你知道嗎 我們是想要問一下 專業的意見 那是大小姐 那你覺得呢 當然可以啊 對 可以... 可以... 因為就是選用我們當街 要有蠻多的工作 那上面的話 也是有蠻多的運氣 對 就是在口感上 會多有的損失 天啊 好貼心喔 怎麼樣 林檢是不是 很遠喔 林檢 行道就繞 行道就繞 怎麼樣 你現在這個浪漫的氛圍 剛剛那麼唯美的燈 你打一個燈是怎樣 你現在一直很在那 才看到旁邊卸妝你知道嗎 看到... 對... 回來了... 對 你看 現在這個不是浪漫嗎 對啊 對啊 怕中了 那我怎麼覺得中間那兩層啊 就是 它好像就已經有點冰淇淋的那種 冰度的那種感覺 接著賣的派皮都是有用抹茶 所以吃下去的時候 不會讓你覺得只有芒果的甜度 然後在嘴巴裡面 因為它反而意外的 跟抹茶結合得還蠻好的 然後這時候 如果你再加他們的冰淇淋 或許那口感 又會更繽紛的感覺 真的 專業的 專業的要怎麼樣 好 沒關係 他點了... 他點了 你不關你什麼事 人家就浮大小姐 關你什麼事 對 來... 哇塞 哇塞 重了... 還可以有點想緊張一下 沒事啦 沒事啦 為什麼會不會這樣子啊 不過裡面還有果肉喔 對 那是新鮮的水果嗎 好好吃喔 所以在巴士哥的裡面 它竟然還有新鮮的水果在裡面 而且我覺得 它做起來的時候 它是濕潤度比較濕一些些的 那個起司的香味比較 我覺得比較算 微微的重一些些的那種感覺 它烤出來會有一個那個 皮的那個感覺 大小姐 這間OK嗎 滿意嗎 針對在這邊可以吃 在深夜裡面吃得到甜點 這個就是大小姐的 妳的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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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今天帶你來的就是這一家 Yeah 五大公司 你看 坐得非常的大 而且這個是網友號稱 我們中部最好吃的烤肉飯喔 真的 它是從早上的起點開到凌晨4點 你是哪邊過來台中玩 髒話 髒話 髒話也有很多烤肉飯是厲害的 對不對 對 這間你之前有吃過嗎 有 有 那你覺得怎麼樣 髒話的都厲害嗎 髒話跟台中烤肉飯是哪一個 兩個都不錯了 兩個不錯 來了 這一鍋就是這一鍋 有沒有 超濃的那個香味 對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厲害的 綠色的 就只有台中這邊才有的 這什麼 麻藝 是一種菜 退火的東西 一種菜 而且在這邊應該還可以加一些 酸菜 特製的這個辣鹽 有 這個辣鹽看起來很過味 你們是台中人嗎 高雄 高雄 那怎麼會來吃這家烤肉飯 特地上來吃 特地上來吃 之前有吃過是不是 有吃過 我覺得就是很夠味 然後有紅糟的味道 真的假的 一次都吃幾碗 兩碗 然後再打包 真的假的 真的 你這麼愛 對 那如果說它是中部最強的 控肉飯你覺得 就第一名 第一名 漂亮 從學生吃到現在 台中第一的控肉飯 接受這個說法好嗎 可以 東興市滷肉飯 漂亮 大哥 你好 你怎麼在這邊 對 我就要給錢喔 你怎麼會來這邊 沒有啦 這個可以給我來吃 超好吃的耶 所以之前有吃過嗎 婷婷耶 對啊 老朋友啊 我推薦一定要吃這個控肉 你看看 我點的時候是一塊 放下去變兩塊 有夠爛的 待會兒你一起 我們坐著吃要一起聊 好久你有吃過 跟我們講說 辣椒跟酸菜要多呢 不用吃 不用吃 辣椒酸菜是必備小點 真的喔 你竟然超愛的耶 就是要這樣子配著吃 是... 然後我們今天就點了控肉飯 還有豬腳飯 豬腳飯 很厲害耶 對... 整碗都是豬腳耶 因為它豬腳都變得很炸 整碗都變得很炸 整碗都變得很炸 真的 這個就是三種肉飯 就是肉燥燉的 發臭燉 它的那個肉 都是給得很澎湃耶 對啊 你們先吃... 對喔 吃很多點的啊 它那個湯匙一下去直接 直接給它切斷 對啊 手洗刀肉耶 我已經吃半碗了 為什麼看動作吃還是很好吃 好好吃喔 幾乎用吸的耶 但是完全不用牙齒耶 對啊 超快喝起來 用寒的對不對 真的 它的鼻子的確是嘴巴這樣 一抿就掉 然後那個瘦肉也不會就是 讓你覺得不好咬 我是在爬飯的時候 就會吃到那種紅刀香味 所以必須說這種東西要好吃 所以主食那控碼要厲害之外 其實範例也很重要 然後我朋友推薦來這邊 為什麼連大學生 你看這麼熱喔 沒有冷氣 大學生你吃來 就是因為它可以配這個 你看酸菜 它的酸菜 對 跟肥肉包在一起 吃下去 烤飯 爽脆的口感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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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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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啦 好棒喔 我們聽說是被蛋仔麵 耽誤的熱炒店 等一下... 你是不是吃到這麼軟 你看你的口感 是不是 在這邊就是要點它的豬蛋 這炒膜的厲害 炒豬蛋就可以吃到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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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菜也有啦 小菜 等一下 先吃一下酸菜 對... 酸菜... 因為它這個 聽到你說它完全就是脆的 切丁塊一點 皮鴨跟脆脆 所以在嘴巴的時候 一直是化開 愛的是淘淘淘脆脆脆的感覺 真棒 你們要不要吃吃看豬腳 你們要夾豬的吃看 來... 吃看看 吃看看 它是有點帶有Q度的那種 QQ滿滿的 它變成是 你就是吸它的皮 跟它關節中間那個筋的地方 對 然後軟Q的感覺 其實你放到嘴巴 因為你一吸把骨頭夾出來 它就全部都吸進去 好爽喔 我想要來吃吃看辣 它那個辣是很深層的 你知道它是甜鹹... 甜鹹... 他剛剛說的 對... 它是慢慢這樣後勁上來就很大 真的啦 不然你夾一塊... 對... 來啦... 試試看 還有... 味道滿重的 對 而且... 要配飯... OK 先喝點湯 排中特有的螞蟻湯 退火... 對... 試試看... 它就是煮葉子裡的膠質出來 所以它有個特殊的香氣 對 不然都遇到了 你也是我們食尚玩家的大... 大前輩 謝謝 你一定有很多口袋名單 真的 你吃蠻多的啦 對啦 我本來是偷偷開車下來 吃一家 我就要回台北了 沒事啦 我知道台中還有一個在地人 最愛吃的熱炒店 好 宵夜炒之首 宵夜吃熱炒 你OK嗎 大小姐 熱炒你OK嗎 熱炒OK吧 大小姐又肚子餓了 是不是 重點去熱炒杯啤酒多好 真的 很好 漂亮... 完美的結尾 真的... 在台中開業20多年 人氣熱炒店來啦 這裡有鎮定商寶 首先就是最厲害的 鵝肉食物 每天就是 痘痘... 痘痘... 第二厲害的就是 不但溫柔 輕聲細語 重點是姿態擺得超低的 還有... 身長不肉的就是大廚啦 他們家的大廚 最厲害的就是 各種熱炒通通打電腦啦 你們再不喊他我都燒香 可以啦 可以啦 好多人吧 今天就是我推薦你們 一定要來吃的 聽說是被蛋仔麵 耽誤的熱炒店 來...吃...趕快... 人家可以喔 我跟你講這裡就是 所有宵夜場裡面最推的人 你們猜猜看哪是吧 菜...你猜你猜... 猜得是香香的 好帥喔 好帥喔 漂亮啦 紅燥肉 有... 最後一個你們最想不到 是豆腐 豆腐 豆腐要炸的好吃不容易啊 為什麼外面酥裡面 裡面用水才可以 來 試試看... 裡面有酥 又水又酥 重點是嫩啦 而且主要是它這樣炸得這麼酥 它就不會有那種油耗污 對啊 油溫一定要很高 咬下去的時候裡面竟然是 有點像空氣流海那種蓬鬆的 沒錯 對啊 再來就先吃一下你們前面的 那個豬肝 竟然有豆干 沒有... 我嘴巴也還有吃到豆 其實我超喜歡吃炒豬肝 對 所以通常這種 你也不能在炒的過程中 你把它炒熟 炒的過程中 它還是有一點帶有一點粉紅色 或是稍微有一點血水 你端上豬的時候 在吃飯的過程中 它會慢慢的到一個 最完美的豬肝 好吃耶 而這個豬肝是你在咬下去的時候 它竟然還有脆口的感覺 沒有老餓 它的醬汁是完全 可能就是因為它前面有火粉 它完全有巴在上面 對 豆干可以嗎 好吃 我推薦可以嗎 不是啊 可以喔 所以我覺得一間熱炒店 要鑑定它 在那邊就是要點它的豬肝 豬肝很厲害 因為炒豬肝就可以知道這家店 它的熱炒的水準跟小 然後再來就是吃一下這個紅燒肉 可是那紅燒肉 其實也不是真的紅燒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是紅色對不對 對 它比較像是港式的那種叉燒 它是酥皮 然後再沾... 對 再沾上它自己的這個醬 很好吃耶 好吃喔 他說煮飯也很像肉炒必點 我覺得紅燒肉 是來小吃攤必點的 沒錯 麵蛋... 一面要點的耶 好吃 但是它刀工也其實滿好的 每一面都是像吃的 透度上都好吃 但你這樣吃的時候 它紅燒的味道 紅燒香 是你在多養幾口之後 會慢慢出來 那個脂肪的部分 那個甜味啊 就被它炸物的時候 不會讓你害怕 真的耶 勞工嘛 剛剛不是有拚命鋪嗎 對啊 來鋪一下我看 我鋪到後面 感覺神明有多麼小的話 我已經變這樣做了 太累了 好啦 那個三寶都吃完了 還有一個 鹽水鵝肉 很多那種鵝或鴨 煮到最後你一咬 自額不開 好會陷掉 好嫩喔 皮 你看 就是要吃這樣子 有厚肚子 那個甜肚子才會高 好爽 真的好爽 超水的 等一下... 你只吃到這麼軟嫩的鵝肉 對啊 再輕輕一咬 這好吃 就砍開了 對啊 而且我剛剛是沒有加醬的 其實就可以完整吃到 它那個鮪水鵝的甜度 本來就是因為一點點鹽巴 跟薯這樣煮熟的時候 你去吃的時候 它那個甜度跟脂肪 皮下的那個味道 全部都跑出來 就是他們這邊的四寶之外 它其他也有就是很多那種 道地去台式熱炒店 熱炒店 熱炒店 他們這邊也都有 炒劍筍啊 或者是蒜泥鮮蚵啊 全部都厲害的 炒螺肉炒螺肉也是棒的 好棒喔 你來試試看它的炒仔麵好不好吃 好吃 然後你們以為這個店面 這樣小小的不好意思 隔壁還有一個大店面 真的嗎 真的啊 老闆的撲狂你知道嗎 怎麼樣 怎樣 點餐請掃QR口 熱炒店做到這種格調都不多了 可以了 真的是很感謝送送 讓我們來吃你的口袋名單 你看看我們今天的用途 怎樣 等一下 不是啊 我們在那裡 尊重... 這一題我是大小姐 你就做一題... 你就做一題 你不要看我 對啊 對啊 帶我們的臉 也是啦 都12點了 不過說真的 對啊 我以前跟他們一樣 那你們兩個太沒檔頭了吧 我從台北開車下來 我還陪你們多吃了一家 對啊 我都沒打喝劍 你們打什麼喝劍 對啊 你們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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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架... 不過說真的 我以前也是這麼爛 真的假的 那不然你怎麼樣 為什麼現在可以 沒有啦 是我朋友 我真的有朋友跟我講說 過了40歲不一樣 我以前不是以前 他介紹我一個 叫做白生護肝的東西 白生 你有聽過白人生嗎 好啦 是白人生對不對 對 白生 我那時候 我來上網去查 那有白生護肝 後來發現白生護肝不但是真的 而且還有小綠人標章 標章 國家認證的 那東西我吃的時候 大家發現 它真的會讓你精神變好 然後裡頭有四大 四個很厲害的東西 唐白山人生 然後馬卡 薑黃 然後再來第一群 你什麼都有啦 對 其中最重要是這個 剛剛說的這個 護肝的白生 它吃下去之後 它可以讓你的肝指數 GOT跟GPP 真的... 它不但可以把指數降下來 還可以防止肝纖維化 重點是有那個小綠人 我待會兒認真的就OK了 對啊 結果上網去查知道 這個白生護肝 它除了護肝之外 是不管什麼體質都可以吃 像紅生可能會很燥 對 可是這個白生你吃了之後 它是一般體質吃都不會太燥 重點是一天只要吃一顆 像我大概吃了兩個月而已 整個人就精神好 那它也是要吃多久嗎 沒有... 這看你燥的捏有多深 對... 對... 你如果平常願意待它 你可能要吃久一點 你就要吃多一點慢慢的 對... 而且像你們這樣有沒有 美食節目一直吃 像我也是 有時候就會吃比較重口味一點 對啊 一定的 有時候跟朋友或是廠商應酬 又要喝一點酒 喝一點酒啊 對 我以前也都是脂肪肝啊 我相信... 我以前以前它也有輕微的 所以吃這個東西 它真的可以幫你這個脂肪肝 什麼的香味一點 對啊 而且說真的 子余裡面是我們要10年來 有 我長這樣有變嗎 應該沒有 這個獎神是沒有 沒有 你看 他叫你他做壓背景 他... 你拍他... 你拍他... 因為我以前真的 就是變得... 你比較多一點 他也有成熟啦 是不是... 我明明比他大 他看起來大我10歲 明明比他大 明明比他大 明明大啊 對啊... 講到這裡 那我再講一點真的 我以前都是半夜配音啊 婷婷是不是 出外景 出國外 然後半夜配音 對... 因為他半夜兩三點 然後自從過了40歲 我發現11點就燒香了 體力不行 上不到那麼晚 然後我朋友介紹那個 白生護乾頭開始吃之後 可以撐到一點 兩點而已 其實是 好啦 那先吃啦... 好 護膽也是回家